我家姥姥今年90了 身体还挺硬朗的 我们家有很多做医生的长辈 但是因为现在我会关注到 越来越多的信息会出现 谁谁猝死了 谁谁就运动运动的就嘎了 或者是哪一家老年人 因为儿女没在身边 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 没有及时的救助 本来可以好好地享受 退休之后的生活 结果没机会了 大家好 我叫李小云 现在是在远罗新荡协会的 国际标准导师 平常我也会做急救的科普 以及阅读推广的工作 非常开心能够在线上 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想问问你 你能不能给我们 简单举几个例子 在这种急救过程中 会遇到哪些 我们平时认识不同的 一些做法 或者叫误区 好的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们日常生活 或者是在处理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 常有的小问题 第一个 我想问问大家 鼻子出血该怎么办 很多人可能会说 要养球 不要让血流出来 左鼻孔出血 举右手 右鼻孔出血 举左手 甚至是往鼻腔当中 塞一些卫生纸团啊等等 去做止血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说正确的方法 止血叫做哪里出血 暗男 那鼻出血 鼻腔出血 我们要做的正确方法是 用你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鼻子两色 鼻翼柔软的部分 然后呢身体前签 我们大概捏住三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般的给出血 就可以止住了 如果出血量比较大 可以垫上一点纸巾啊 多捏一会儿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您记住了吗 记住了 嗯 好 那第二个呢 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木区 就是遇到癫痫天人 就是我们常说的 羊角风 大家会觉得说 不能让他咬到舌头 要给他撬开牙关 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 清除灌整身边的一些尖锐的物品 防止他有磕伤 另外呢 我们可以找到衣服 或者是毛巾 团成一个软件 帮他垫在后脑 防止他在冲触的过程当中 伤害到自己 只要做到这两点就可以了 嗯 非常不错 那第三个呢 也是大家经常有的这个误区 就是我们说 受伤了之后 比如说我们烫伤了 被油溅伤了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不知道大哥有没有 通过酱油抹过牙膏 有过这个经历 这都是错误的啊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咱这又不是做红双厨 千万别抹糖 抹油 又抹牙膏了 正确的做法是 在流动的冷水下 冲洗至少十分钟 最好是冲到这个 患处不红 不疼 就比较好 如果烧烫伤的比较严重 我们可以冲水之后的话 用干净的塑料 撕盖上后 尽快就硬 哎呀 长见识了啊 这种平时我们的做法都是 好像和你说的都不一样 是的 确实我们需要通过学习 特别是专业的学习 去了解到更好的知识 那在这里呢 我给自己打个小小的广告 如果您的机构 或者是您所在的单位 有这样的急救科普的需求 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这个博主 或者是联系到我们 我们愿意为大家承担这样的一个讲座的 这样的一个付出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急救 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人 好谢谢你啊 今天采访咱就到这里 好谢谢您